教育部奖励国中小学阅读及有学校团体及个人评选出炉了 苗栗县信义国小夺下了阅读推手团体奖 这群志工妈妈组成的志工团 他们是以趣味变装的方式带领学童来成读 进而爱上阅读 那么校方以及家长用心也展现教育扎根无私贡献 海龟、鲸鱼、螃蟹、各种海洋生物都到陆地上了 可爱吸金、小朋友更是小和和 新义国小志工妈妈一大早坐在图书馆玩变装 结合联合国SDGS17项永续发展目标 引领学生认识海洋、正式环保议题 我们有的妈妈很会编织啊 有的妈妈会乐器、有的妈妈甚至会舞蹈 他们就是可以利用时间过来这边 把他们所学的专长分享出来这样子 然后我的专长刚好是会演戏、会说故事 所以我就可以训练他们喜欢讲故事的妈咪 我们就建议一个很大的一个读书会、共读会 然后我们来讨论说怎么样把这个阅读带给更多的小孩 推广给更多的孩子 这群由家长组成的伟光爱乐志工团 不论是自编戏剧还是说故事 全力培养学生阅读好习惯 他们自发性为小朋友付出 受到教育部肯定 夺下阅读推手团体奖 那他们上得很细 甚至早上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戏剧的演出 甚至或者他们到搬上去做一个故事的阅读 甚至你可以看到他们穿的那个 对穿的一些造型 对这个cosplay 真的都是他们自动自发 自掏腰包 真的是非常感谢 所以我们这次送团体阅读推手 我们荣获的教育部的肯定 那我们在5月31号 我们就要去嘉义领奖 是非常感谢我们志工的一个付出 城间导读走入课堂 遇教育乐 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态度 志工妈妈也从学生的笑容 以及知识的内化 获得无价能量